112年花莲蜜香红茶评鉴比赛圆满落幕 瑞税五鹤茶区茶农茶行包办了绝大多数的奖项 乡长吴万德特别率领秘书等工作团队 针对11家获奖的茶行茶农 亲自倒府贴红榜来庆贺 从市区好茶园一路到五鹤茶区贴红榜的 瑞税乡长吴万德与秘书客市主管 率先品尝蜜香红茶的金牌滋味 112年花莲蜜香红茶评鉴比赛 11号圆满落幕 经评审专业评评出今年获奖的蜜香红茶 蜜味浓香气足 茶汤温润滑顺 尤其在面对近几年极端气候的考验下 能做出高水准的茶品实属难得 更值得大众评名增长 今年我觉得我自己家的茶园 因为我都是种大业屋 去年干旱影响得很严重 所以我今年茶经也比较少 其实今年的话 因为到了四月份 因为今年气候的问题 所以导致今年小月产 也有比较严重一点 所以今年的蜜香红茶 它的蜜香花香气 它都有它的特殊的味道 而且蜜香味有比较浓郁一点点 因为今年的气候 后来有下雨 所以做起来味道 风味上面又更去年太多 即便面临严苛的气候挑战 五鹤茶农却仍能以精湛的 制茶技术来克服 在这一次年度评鉴比赛中 包办绝大多数的奖项表现优异 而是乡公所与有荣烟 乡长吴万德更是对名列金、银、铜、家座奖项的茶农茶行 全都亲自道府贴红榜清贺 现在在五鹤市推青龙跟茶龙嘛 然后我们各村有各村的特色都不一样 像凤梨的话 五鹤是茶嘛 茶跟咖啡 五鹤是凤梨嘛 瑞瑟蜜香红茶 茶产业发达 更带动地方农产经济的发展 堪称是瑞瑟香农产业的红宝石 乡长吴万德除了是欢迎大众 来品名五鹤在地的特色好茶 未来也将办理相关产业行销活动 推广瑞瑟香优质的蜜香红茶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